为了推广全民运动的习惯 还有正确的运动观念 于是乡公所于是乡体育会 在于是国小举办一场社区火力运动会 邀请许多社区居民共同参与 内容包括地板滚球 套圈圈 乒乓球之准等等趣味竞赛 提供民众活动筋骨 运动爱台湾 西区社区运动会 今天是在我们西区国后来办理 我们了解到我们社区的中卫 广东来这里同乐 祝福运动 来处理趣味竞赛 让我们长辈平常在家 看电视 较悠闷的心情 来到我们的运动中 特别运动的效果 让我们心情更加均匀 可以更加健康 我们感谢我们 南岛体育会 赞助 让我们可以来办理 这个运动爱台湾 西区运动会 房事委员也表示 维持运动超过30分钟 就能够促进协议循环 保持身体健康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让长辈们 藉由运动来保持身体健康 今天来到鱼池 它主要以趣味竞赛为主 而且都老人家来活动 其实一天只要有活动 30分钟 它就可以健康久久 今天的活动 有地板滚球 这个是从欧洲推进的 最新的 而且呢 它现在是适合老年人用的 它的材质不是太金属的 那另外呢 其实心脏的小朋友 或者老年人都可以玩这个游戏 那另外呢 就是有桌球的纸准 还有沙袋纸准 另外套圈 这是对老人家 它的反应 然后它的思考 都有帮助 先议员陈淑慧表示 相当感谢公所 以及体育会的用心 既有办理社区运动会 除了让长辈们 以及小孩子同乐以外 透过运动 也能够让大家保持身体健康 在这里我们感谢 鱼池相公所 以及鱼池体育会 能够来推动全民运动 那今天在鱼池国小 共同来举办 区域竞赛 这个活动的规划过程当中 有滚地球 有乒乓球 还有套圈圈 所以一场的规划活动 能够让来到这边 参与的老中青三代 在这里和乐 然后在这里哈哈大笑 能够让他们身心 都得到很大的一个健康 所以行政单位 来结合地方的社团 共同的来推动全民运动 这个是 属会所肯定的一个 活动的一个宗旨 其中斗过运动会的举办 不但能够让长辈们斗运动 借用运动也能够保持身体健康 记者邱平易于此采访报导